马基凤71岁 丧偶 退休机3900元 住房面积90平 我把这些厂房送过去 你就去你的家书 对对对 我书被啥时候换呢 就是我要洗漱了 我要洗漱了我就把鞋换 我就那个脱去 别的东西也有 不用换 我能问一下 就是你从上班 穿高位鞋穿一天 就穿这一天 到家了之后你也不换高位鞋 我也不换 一直到睡觉之前洗漱了 睡在了还要洗漱了 你这真的是 你这真的是一直不脱高位鞋 是吗 就确实在家里面 你也是一直穿高位鞋 对啊 那你现在走了 你根本没有脱离 带不了啥子 你这么喜欢高位鞋吗 我要在家里肯定 我要是穿平根鞋 有什么感觉呢 我穿一天 礼拜天休息 别忘了我穿了 脱了鞋这一天 我就腿肚子疼 后腿它不走 到后就往后一 我早上那种鞋子 这也是儿子买的 上深圳的时候买的 本人到年都觉得 你喜欢穿高跟鞋 对 对 全部都是带根的 肯定有小细根 其实我们年轻人 穿起来都很接近的 这也是在深圳买的 身为女人 大多数对高跟鞋 的确没有抵抗力 可是能把高跟鞋 穿出这样一种禁忌的 麻衣还真是红娘 遇到的头一位呀 直到睡觉前一刻 才肯脱下高跟鞋的女人 可想而知啊 在平时的生活中 对自己也一定是有要求的 七八年生的 我七十 我明年是 就老百姓说的鼠年嘛 我是七十几那个鼠 就是北平年的那个鼠 对对对 那你的体肤是看着没有斑 有点褶的那种 你这是用什么回复品的 保养啊什么我也没有 这个是第一个 可以理解为千兄弟治吗 夸奖啊 完了这个 最后是上这个BB刷 我看您今天就化的妆什么的 平时还咋的口红 每天上班 每天上班都这样 都这样 因为它那 那口红也是好几种 有的是姑娘给的 有的是什么剩我自己买的 感觉到哪个颜色不好了 我就用两个颜色搭配一下 适合自己就行 我再就心态好吧 就是有啥事我能放下 心态好 是马阿姨这辈子总结出来的 最为重要的保养秘诀 她说尤其是一个女人婚后 活得精不精彩 其实完全取决于 她当初嫁的丈夫好不好 这是我俩的生活账 这个就是生活 它就总整 就是总整 这是在谁家呢 它就是一直总整你 叫你突然退房 就给你粘过 你也不好意思 特别粘喜 特别粘喜是吧 也不管外面 就旁边也没有人 哎呀 她不是干这个 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要正 她就非得这样整自己 因为我们是自由恋爱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话 反正我们夫妻 就算是很默契的 因为她的性格也很幽默 很豁达 就真正的东北男人 也不计较 提起和丈夫之间的那些恩爱片段 蚂蚁的自理行间都是藏不住的 幸福的小 或许是她们的幸福 连老天爷都嫉妒了吧 原本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一对恩爱夫妻 却硬生生的被命运给拆散了 我们结婚25年 我们24年多一点她就没了 心脏骤停 去到那太平房一看 直顶顶顶就跟她躺着 丈夫的突然离世 犹如一个晴天霹雳 蚂蚁头上的天顿时就塌了下来 面对一双儿女 她硬是咬着牙 为他们撑起了这一整片的天 三十年恍如云烟 如今儿孙的幸福 都不再用自己去惦记了 是时候回头考虑考虑自己的幸福了